我是沒有計劃性進入餐飲行業的 那時候在台灣學美學 然後因為盤蟬的關係 沒有辦法繼續我的美學的學業 然後就開始用我的 在新加坡學的一種藝術手藝 龍虛堂去進入這個餐飲行業 所以有些朋友就說 為什麼不把南洋的小吃帶進來台灣 這樣誤打誤撞地就進入南洋小品 在台灣開了21個店 記得那時候創麵包五魚的時候 我是用我唯一的一個房子 去抵押了25萬新幣 作為我們第一個開發麵包五魚的 一個開創的資金 那時候這個店開出來 跟我的目標落差滿大的 像例如說我們一季一天可以做2500新幣 在不必去江神的第一個店 那時候第一天做出來才200多塊 而這200多塊裡面我們覺得廚師也好 我跟我太太也好都其實很忙 所以我怎麼樣做到兩千五 我跟我太太跟隊伍在經營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怎麼樣把這個麵包做好 怎麼樣去推廣它 怎麼樣去為客人做更好的服務 提高客人的滿意度 所以我們在製作麵包的過程 我們就看到麵包的酵母在發酵 進入烤箱的時候它的體積在變化 那我們看到這個過程 我們覺得麵包是有生命的 那我們在創造每一款麵包的時候 它是背後有故事的 經過整個團隊的構思 我們請了很多名 結果Black Talk 麵包物魚 這個名字大家都覺得是很好的選擇 而且很有體現麵包的整個生命 所以我們就以麵包物魚 作為我們的開創的品牌 我們開了海外的兩個重要的分店 一個就是印度尼西亞的 也加達的第一個分店 同年我們開了上海萊伯市第一個分店 而且除了新加坡那時候算做得不錯 印尼的第一個店跟上海第一個店 開出來都很驚訝 它營業是超高的 所以市場對它的報導 對它的認同 讓我們打了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強心症 我想麵包物魚一直秉持著 學習 嘗試 然後創新去突破 那我們很相信 求新 求變 求差異 我們的到100年我們希望會達到10億 新幣的營業額 那從現在的950個店 所以說每年增長15%到20% 我們也希望到那個時候 可以達到1600個店 這是整個集團的一個戰略跟布局 歡迎大家同樣看 在這兩回合 issy鼓勵 晃15%到50% 開局 回到4700個店 拍攝 y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